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务实吧 应该是 不能装啊 哭荡 哭荡是平静下来 也就是冷却的意思 Effert 是努力 Compliance 是服从遵守 Celary 是芹菜 Choice 是选择 Costco COST CO 是批发市场 连锁的批发市场 Stort Stort 是一个男生的人名 这个让也是 男生的人名 这个字典上翻译啊 叫铺板 我小时候就是在游泳池里边打水板 它是木头的 现在呢是塑料的 这个应该读成 Flutterboard Flutterboard 还有一种玩具呢 是他们叫面条 是塑料 泡沫塑料做的 Noodle Noodle 就是面条 然后一米多长 然后一米多长 不到十公分直径 是用泡沫塑料做的 泡沫塑料呢 后边这个 后缀是Foam Stero Foam Stero Foam 像这个许地山说这话哈 特别 我觉得特别好 人要做有用的人 不要做只讲体面 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当然也得Balance哈 比方说像我种菜 我就追求那个种的结果 有时候也顾不上美化了 但是也应该有一点点美化 不然的话 让人看着挺乱的 所以有那个旁边的那个 来这儿有五六十年的 快八十岁的一个印度人 到我这后院里来 第一个词就用的是Mass Mass Mass就是比较凌乱吧 不太整齐的意思 我这人啊 很多毛病 但是我能种出来有时候 今天又去 走路 走路和hiking还不一样 你看这狗子叫了 狗子 听说我在外边 他就叫我 乖极了 你看他 你看他来了 他就陪着我 你看他 多乖呀这狗子 干嘛 你不 我得洗澡 我得出去了狗子 不行 你干嘛 你想干嘛 这小狗子特别特别乖 又来了 又来了 你看看 各种表演 哎哟哟哟哟 你看他 你看他 那小皮 撅起来了 你看他 多乖呀他 特别可爱 就是让我头晕脑胀的时候 一看见他就特别高兴 真是个治病的小大夫 我们小狗是一个治病的小大夫 是吧 今天是星期三啊 寻一人 你懂得开心 昨儿 我不喜欢 你 晒 有些人 我 我